最不應該的就是這一幕 臺北市這名女子是喝到爛醉 她看到警方在盤查違規的車輛 她直接衝上去拍打車頂 結果第一時間 您看到女警出面制止她 可是這名女子她喝盲了 情緒非常的激動 甚至還出手攻擊對方 被帶回派出所 依照妨礙公務罪 依法送辦 記得打一下方向燈 讓後車知道 看見銀色轎車 唯一規定打燈行事 巡邏員警立刻將人攔了下來 只是話才說到一半 一名白衣女子突然從另一側 不停拍打車頂 還對車內駕駛大喊 你不認識我嗎 讓在場所有人看傻了眼 直呼小姐你哪位 只是白衣女子看大家沒反應 突然就朝圓警衝了過去 甚至舉起右手 就往女警用了一揮 這一拳直接打在女警臉上 其他警察見撞 就怕她急需傷人 立刻上前壓制 原來這名黃姓女子 八月五號晚上和四名友人相約 在台北市長安東路的酒吧喝酒 一直待到隔天凌晨兩點 整個人幾乎ㄎ掉 但她竟然不是回家睡覺 反而動手打警察 實際成為現場當時黃姓嫌犯 不僅出拳攻擊女警 甚至被帶回派出所後 還是情緒激動 咬傷利民男警察 第一時間女警頂著臉部挫傷 將人雙手制服 依妨礙公務移送 原來這名真姓女警 過去就表現優異 曾在任職中和偵察隊期間 協助破獲毒品工廠 更因為亮眼外型 成為警戒焦點 就是從小就很愛看那種警匪片 然後又加上警察 這個工作就是蠻穩定 然後家裡也都不反對 講解案情有條有理 真姓女警調任北市警局後 這回深夜巡邏藍茶 碰上罪女襲擊 她認著傷英勇制服 讓外界看見警戒罪和女力 記者王中均 萬家瑋 台北報導